各位好 欢迎您在每周日晚间六点钟收看我们正在播出的谈股论金的周末版 我是瑞琪 A股在狗年开门红之后呢 是给广大投资者送上了新年红包 而与此同时呢 不少观众也提到啊 当下市场已经进入到了春波的好时节 那么究竟咱们投资者何时才能够埋下春波的种子 下周又是否是一个好的时机呢 我们马上听听看刘军对于下周盘面的最新研判 刘军你好 你好瑞琪 正像瑞琪所讲呢 我们进入三月份了 到了一个春波的时候 俗话讲呢 这个是春波下涨 秋收东藏 是吧 那么我们的市场呢 您看啊 经历过之前的 就是春节前一路上涨 那时候呢 是以五零为首的蓝筹股涨 但是我们看 这上一周确实发生了180度的这种变化 之前的是19 现在变成91了 蓝筹股呢 始终是一个保持一个相对比较低迷的那种状态 一直拖累的股指不行 但是我们看那小盘股 这创业版确实起劲了 终于说 这个一直在一直非常弱调整 现在终于是这个心花弩放了 一直向上涨 那么这种节奏是不是能够继续延续下去呢 也就是说 市场的风格是不是就此的就转过来了 你这个 去年长了一年的大盘股 是不是该歇歇了 这个小盘股是不是也该表现一下 进入一个终极的行情了呢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将进入下周抢新报 来看一看这个月线 以及我们三月份如何来去看待市场的这种走势 好 欢迎回来 我们请导播切下图盘 我们从月线角度来看一看目前几个股指的运行状况 首先呢 我们看上证 上证呢 我们看 你从二月份呢 出现一根反胞的阳线 反胞的阴线 把之前那个一月份的阳线呢 基本上就吃掉了 留下一根比较长的下阳线 达到3062点 那么现在呢 虽然一个小消息吻 但是每逢彭道带比较长的下阳线的时候 我们怎么去看待 您就看成两根线 一根是长阴线 就这根打到下阳线 是一个长阴线 然后呢 再看一根阳线 把这一根带上阳的K线把它分成两个 那为什么要分成两个呢 好了 关键这根阳线了 那么既然能收住下阳线 代表多头反击了 那么阳线的一半这个距离 这个位置就不容得再去跌破了 因此我们呢 上个月 也就是二月份 这根K线的下阳线的一半这位置 您在三月份的时候要特别的关注一下 如果不跌破 反身向上 那么还能够再去起来航行 如果是说把那跌破了 那注底之间就长了 指标方面呢 肯定经过这一根阳线打下来 都不好看了 那么再看看创意版 创意版你看 这个图啊 往这一放 第一眼我就看见它了 这个KD啊 这KDG呢 出现了一个什么情况 您发现了吗 这呢 其实按收盘奖啊 创出新低了 虽然比这的低点呢 低了不太多 但毕竟创新低了 但是你看你KD呢 却出现一个什么呢 哎 反身向上 根本就没死差 这是一个什么呢 这叫一个KD是背离的状态 但是如果说KD和MACD结合起来时 那么关键还是要看MACD 所谓的先M后KD 但是MACD呢 还没有金差 滤柱在持续的缩短 因此从月线角度来看 你就即便MACD不金差 它这个KD的反身向上也代表着一波 相对有点力度的反弹 那如果MACD一旦形成金差 那么就有可能去挑战20月 甚至说去突破20月均线 因此呢 创业板从这个月线走势来说呢 后期应该是还有一定的持续行情 那么再看看中小板 中小板您看这走势 MACD KD两个指标 都是死差 他呢 下来虽然打出一根下影线 但是我们看到 钱高如果没有被突破以前 那还只能是看作是一个反弹 这是一个 二一个 如果说从长级别来看 那么他是没有创出新低 不像创业板 创业板打新低了 对吧 他所以说呢 是一个稍微的 比创业板是稍微一个强势来讲 但是从这一段他比创业板要显得弱了一点 另外呢 这根大阴线 我们看 这根大阴线始终你看 没有去突破上面和突破下边 因此呢 从月线级别上 中小板呢 依然是一个冲击前面阴线 开翻架 未果之后的修整的行情 那么综合来看 不管主板还是中小板还是创业板 你综合来看 也就是大的 中的 小的 小的好像是说从短到中的机会更大一点 这中小板呢 大部分基本是就是盘整 指数盘整 当然它会呈现出一些个股的分化 也有表现不错的个股 主板呢 还是要有调整 它有调整这个欲望 是吧 至少呢 二月份就下影线的一半 你过去要试一试 是不是承接的多头 是不是有力 它还要去考验 因此呢 三月份的操作 确实是春播 但是播什么 这个是有技巧的 一会儿呢 我们跟今天道场两位牛伞呢 聊一聊 到底春播应该播 哪一些品种 因此接下来呢 就进入下一个环节 牛伞面对面 欢迎回来在听完了刘军 对于下周盘面的展望之后呢 让我们进入到节目的下一个板块 牛伞面对面 来听一听 今天他们带来了哪些精彩的观点 好 欢迎回来 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牛伞 王丽华 还有我们的老朋友 老杨 二位呢 这个现在呢 我们看到了 这个主板呢 是春节前 好像是春节有点新老话段是吧 春节前一直主板强 过春节 好像这个小票开始复苏了 我们现在关心的是什么呢 就是这种格局 它有没有可能继续延续下去 首先离华呢 我认为是小的一个延续 不会大 不会很扩展开来 目前 就是说 这个完全由风格转向 小板成趋势 没有火候 但是在慢慢的有些潜移默化 这里面主板并不是说没落 其实主板是一个整理 渐渐的变成了一个 就是由主板维持相提 但是由小票主要进行一个 进行阻绝这样一个 运动的一个小的一个情况 您的意思主板你先歇会儿 对 歇着 然后那边先表现 并不是 就是 对 就是这样格局 那么从户子来看 就是我结论就是说 3587为高 3062为底 这样做一个月线的一个整理了 月线的相提整理了 500点的大相提 对的相提整理 短线目前 上周经过一轮快速反弹以后 针对3062的回撤 我认为重要的支撑位 是在3180 3180 3180 对 那么这样就是上周 其中有一天是涨幅比较大 正好是 就是相对应大概港股 那一天涨得比较高 但是这里我认为 还是针对3062的一个调整浪 所以我给出的一个 重要的一个技术支撑位 就是3180 那么创业板那边呢 它走势不一样 但是周期目前有一点一样 就是是围绕上一次一个背离的一个低点 就是相对于1641 下来背离的低点 也就是157 目前做一个技术的一个反弹修整 但是这个157我认为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第一极端点位 不一定是最低点 因为它向上以后 可能还会有意想不到的一个回撑 但是这一波我认为技术修正 是要针对上方的年限或者是半年限 也就是具体位置是在1820点 这里 那么这一波大概是有250点的指数空间 但是最近就是相对来说就是活跃度 就是小票 但是大的一波票呢并不是一个走坏的一种 就是目前有一种观点 好像是他们不是走坏 他们是进行一个整理运动 您的意思就是说 它这种切换应该讲叫短到中期的 并不是长期的 不是不是不是的 因为整个的主板 其实从三就是2638上来 大的周期 我个人认为可能并没有一定的完结 虽然大家认为358 它卸完之后还能涨 对3587是一个比较大的头部 但是针对2638上来 我认为并不一定是一个大头部 所以呢 对主板由于在领先两年吧 领先两年以后 我这里认为做个月线的整理 是完全合理和有必要的 所以最近的话 如果说一定要看指数的话 我认为比较注重的还是在创指方面 可能护指相对比较木纳一些 也就是不活跃 但是并不是走坏 它就是指数方面 我个人认为就是这两个观点 也就是说这个 李华这意思呢 这个主板那边呢 它虽然是不牛了 但是并没走熊 不不不 是吧 并没走熊 因为走熊的话 我一直认为 如果这个走熊的话 那创指反弹以后 也要相对应走熊 它如果走熊的话 不但1571会有效跌穿 而且跌穿的幅度不是一点点 会跌穿1571 或者是跌到1300 如果这样的话 当然这种走势如果出来 那主板也好不到哪里去 肯定是把3062也去打穿了 那么我认为这种概率 目前看来不大 是吧 看来不大 总而是老杨敬青 李华的意思呢 还不算是 你说乐观 不能说乐观 反正不畏观 结构性的行情嘛 那个我基本上 同意李华的观点 那个这个阶段春节以后 突然这个中小畅起来了 其实我们关注 创业板的同时 中小畅走势也不错 把它最后一步的 下跌的幅度 基本上都拉回来了 所以我觉得中小畅 这个阶段能够走强 有两大重要的因素 一个就是在前期 经过大幅度下调之后 它的一个固执的泡沫 被基本上挤干净了 它已经也 包括川武林 川南筹 已经体现出一些 价值投资的一些 基本的空间出现了 这是一点 另外一点 它要走强的一个 很重要的前提条件 就是主板走落 因为我们看到 整个市场的资金 还是比较有限的 如果主板还是比较强势的话 资金没有撤出来的话 很难会介入中小畅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中小畅走强是因为 这两个因素 那么我觉得三月份 现在已经进入三月份 三月份应该关注的重点 还在中小畅上面 这个是市场的重点 那么我主要想讲讲 主板在这个地方 它的一个调整的节奏 到底是什么样 我同意李宽刚才讲的 主板不会走熊市 我也同意 那么为什么这个阶段 春节以后 走的还是六年阳之后 又开始连续的回调了呢 我个人觉得跟基本面 经济基本面有一定的关系 今天我带来一张图 就是专门来讲讲 2月28号 本周三的时候 公布的2月份的PMI数据 这个数据非常重要 对我们把握全年的 经济运行节奏 包括股市的运行节奏 非常重要 因为这次公布的 这个PMI数据是50.3 这个幅度比经济学家 预期的51.1要弱很多 没错 因为1月份是51.3 一下子掉了一个点 这个是比较令人差异的 它虽然说还是保持在50以上 容忽分数量以上 但是比较接近了 对我就是要讲 为什么从这次的 2月份的PMI 我们可以用这个数据 来判断未来的走势呢 就是因为它非常接近50 我相信管理层不会允许它再跌破50 而且你看这些趋势什么 这PMI趋势 你看一反弹下来了 照这趋势走 有可能就跌破了 从去年的9月份开始就下来了 但这个地方 因为我们都知道 50 PMI数据有两个关键点 一个 50是一个临界点 50之下是经济收缩了 50以上是经济扩张 第二一点 它是GDP数据的领先指标 它称之为采购经理人指数 大家都不采购原材料了 那整个经济形势怎么会好呢 没错 所以这次就我看中了 它非常接近50这个临界点 所以我们基本判断是 在这个地方应该来讲 一般通常情况来讲 不会允许它跌破50 跌破50就进入了一个收缩期了 所以50.3 2月份的50.3 给我的一个看法是 这个地方很有可能 2月份就是全年经济的最低点 那既然这样 像对应的 如果是对应的 它是全年经济形势的最低点的话 那整个2018年的经济走势 不像2017年 2017年是前高 前面是上半年走得很好 下半年到了4月份 到三季度 四季度的时候 让它回落一下 因为前面已经把全年的增长 已经基础打得非常结实的 那么2018年可能是 前低后高的走势 经济形势前低后高 意味着 对于上层出版来讲 我们的股市 也是前低后高 我是要从50.3 这个PMI数据 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也就是整个股市的 未来的 2018年的运行节奏 是前低后高的走势 那今年的PMI 就是说比预期要低 是不是也有一些像环保 像现场 这些因素的影响 相关部门给出的解释是 它认为是春节因素 但我的理解是 春节因素每年都有 每年都有 春节因素 但是往年往往是 一季度是大量发放贷款 大量产生采购的冲动 来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计设计 这是往年的情况 往年一季度 PMI不低的 但是为什么今年的PMI 这么低 我个人觉得 跟目前来讲 可能要今年的一个 进行的格局 不像往年 会追求GDP的 绝对的增长数值 我们管理生提出要追求 GDP增长的质量 这个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今年的一个 总体的情况是 前低后高的走势 如果这样的话 我个人觉得 上阵主板的角度来讲 月线的角度来讲 上个月是 二月份是 阴包阳的走势 那么 进入三月份之后 可能需要对 就像李华刚才讲的 对这根阴线 要进行一定的修复 然后慢慢地奠定 这样一个缓慢 震荡上行的基础 我觉得是存在的 所以 中小创 二月份走势 比较不错 包括三月份 我也对他认为 有继续冲高的惯性 原因是 上阵主板 在一个震荡模拟的 过程中间 上阵主板 震荡模拟的 过程中间 为创业版 中小创的走高 创造了一定的 资金上面 流动性上面的条件 但是到了三月份之后 到了三四月之后 可能主板又会 慢慢地走强 我有一个基本的判断是 接下来的基础设施 建设的一个 投入的规模 会比较明确地 有点加大力度的动作 因为一过三月份 开工季 开工季了 那么大量的企业 要进行采购了 所以未来 两个市场 基本上还是处于一个 翘翘版的 结构者中间 展示我们先把 中小创的这一波行情 确定为超级的反弹 超低的反弹 终极的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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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仍然没有把它 界定为一个 反转的趋势 就是说中小创看来 是走牛 可能性并不大 但是这波反弹的空间 我们现在还能够 再往上去看一看 既然如此 二位的观点差不多 那至于说操作上 现在是不是就应该 把重点放在 中小创上呢 那么我们之前的 那种选股方式是不是要 要调整一下呢 李温 我认为 不必大的打坏 这里面因为为什么 我发现经过实际来看 有一类个股 虽然是主板 不错的 为什么不错 它抖制下跌 这次抖制下跌的个股 先不管它的行业 一下子从高位突然下跌以后 20% 这些个股的反弹幅度 目前不比创业板小 所以说这一类不能放弃的 其中这一类当中 我认为有前期突然下跌的 行业的龙头 也包括一些高峰红的个股 化工 煤炭 钢铁都可以 不要拘泥于一定的 就是基本面 另外一类和它走势 正好完全背离的 就是严重超跌 乖利率的那些个股 也就是一个是正向下跌 一个是负相关于的 韩基优的吃心股 我认为这两类是目前可以 关注的一个选股的一个 也就是中线和短线的超跌股 不必做极端的放弃某一个位置 当然和就是投资者 所有资金量有关 如果是相对小一些 我认为只取一面 即可就是不要采用两面都去做 因为可能精力要分散 那么如果我认为板块方面 我认为就是一个是智能产业链 一个是新能源产业链 还有一个是装备制造 这些个股在主板和小板中 不必一定要去画 是主板是创业板 认为相对来说 估值合理的 经过前期下跌的 图形恶劣 只要基本面可以 完全可以买入 就是我发现 其实买入最赚钱 就是基本面没有变化 图形恶劣的时候买入 是最好的 并不是图形走好的时候 去买入 那么关于创版中 有一个技术 我特地谈一下 就是2017年 甚至于2016年 在上证指数推动反弹的时候 在创业板 或者是中小板中 一些相对调整以后 有一年到一年半 一直在相提运行 并且底部是在2016年的年底 或者是2017年的上半年 就完成了极端的低点 目前翻越过年限 有回撤 第二次回撤的 或者是第三次回撤的 买进以后就持有 就是不必过于纠结于明天 是不是有阴线和阳线 因为我们从点睛上面反映出来 涨50%60%的个股 这一波有相对一批这样的图形 是在什么时候建最低点的呢 是在去年雄安百块大涨的时候 他们单独下来的 这些品种 目前有大概十几个 我们做过案例当中 有都从13 15块 目前已经到达了24 5块 这类个股依然有 但是关键就是买了以后 不要拘集第二天 做一些中线的这种潜伏 对 可以的 我认为这类个股 可以给投资者带来一定的 就是百分之三成 或者是四五成的收益 应该是可以的 老杨呢 就是说离华的意思呢 就是给出一个范围了 大家呢就是说 这部分股票 可以作为一个春波的 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备选的一个 确实 我是从一个近期的 一个市场的投资理念的角度 来讲的 那个三月份 我的总体判断是 主板那个市场的主战场 还是在中小创里面 我的判断是 它很有可能是两年一样 月限两年一样 那么三月份 我们知道 有个重大的事件 就是两会 三月三号和三月五号 那么两会期间 肯定有很多的行业 发展的一些具体的政策 会讨论会落地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投资的机会 还是比较多的 但是我个人觉得 具体的哪些行业 两会中间会提出讨论 未来发展空间比较大 我们要密切关注 两会的政策方面的因素 但是从这两年 形成了投资理念的角度来讲 我觉得还是要密切关注 创蓝筹 创50 因为相对估值的角度来讲 从主板撤退的资金 进入中小创之后 你说它会去打那些 吃心股 高估值的股票吗 理论上应该不会 因为它要抄得底 也是抄得创蓝筹 创50 相对有估值优势的 一些个股和板块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觉得创蓝筹 仍然可以有一部分资金 是配置在中小创里面的 创50和创蓝筹里面 但对创蓝筹主板来讲 我觉得这是一个 短期的月线级别的 修复的行情 那修复的行情 正好有些个股会出现低点 那么我觉得 要密切关注周期的板块 为什么我说要周期的板块 就结合我刚才这张图 PMI走势的图 我觉得这次PMI 这次给出了是一个 全银的低点 如果它是51左右 或者是50.7 或者50.8 我还得不出这个结论 但这次非常接近50.3 已经非常接近了 如果一直是50.3 那今年的 几率的增速 将会出现比较大幅度的回落 我个人觉得 不太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大概也不会出现 所以这个数据 给我一个明确的判断是 可能2月份的调整的过程中间 周期的板块 正好是它的一个全年的地点 另外我看了一下 高盛有个报告说 认为有色金属里面 铜核心以及煤炭的价格 会有一个上涨的趋势 那如果这样的话 基本面在未来几年 随着 未来几个月 随着开工量的提升 采购经理人 那个指数的提升 应该说整个经济形势 应该是一个回暖的迹象 2018年 如果我的判断不错的话 整个经济形势前低后高的话 整个股市在这个过程中间 对应的就是周期的板块 应该也有一个前低后高的走势 当然对于一线蓝车股 上证武林来说 这个阶段走势是比较弱的 但我觉得这个跟 可能跟实体行业去杠杆 金融行业去杠杆 有一定的关系 但是这些去杠杆的动作 经过几个月的消化 和那个处理之后 应该也会有 匹集泰来的机会 所以相对这个阶段 我觉得倒是在目前上证 50控制300 比较低迷的调整的过程中间 适当配置一些 相应的指数外的产品和ETF 应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也就是说呢 你看您的这个眼光 放的这个多长了 你要我就下周是吧 这可能是咱就正好创 你要说我放在上面 乃至于全年 这可能是跌下来是好机会 是的 是的 是现在弱 它如果不弱 我们也买不着便宜货 关键是大家就是说 像刚才老杨讲和李华讲 就你现在弱 未来还行不行 别怪你一弱弱一年 这个我们刚才说了 这个可能性不大 就没机会了 可能性不大 如果真是那样的话 你就就没机会了 如果真是不是前低后高 那正好前低 我们就买了放着呗 等到后高的时候 我们再卖掉它是不是 因此如果从长期的角度来看 其实蓝筹这边 您尽可能的等着它调 从低处您买一点 做一下长期的布局 但短线的话 或者说中短期的话 还是把关注的焦点 放在中小创 特别是中小蓝筹 创蓝筹 放在他们身上 好了 那么听完两位嘉宾的观点之后 我们接下来 我们问一问 下礼拜 下一周 我们的具体操作 应该注意哪些方面 欢迎回来 在下周的操作当中 咱们小伞 还有哪些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让我们继续来听 嘉宾们的操作建议吧 好 欢迎回来 首先黎华 你看上一周小板涨得挺好 我们也说了 整个三月份 或者四月份 可能都要关注小板多一点 但是小板连续这么涨上来 现在去买入 是一个好的时机吗 或者我以前已经买了 是不是现在是高抛 还是去与哪儿呢 对 我认为下周 主要是四个字 我个人一个是简陋 一个是相对 就是高抛 简陋是什么呢 就是目前前次 就是突然下跌以后 依然在下边晃着 这个下边的定义是什么 可以定义为 在年线半年线 加板中间晃着的 这类个股 可以做一个简陋 因为它这样下来 有这样一个动作 还有一类个股 就是大家最关心的 中小创 我认为在1820 50点的地方 不妨看好 也可以进行一个 低点买入的 一个抛出动作 也就是这里 并不是一个 短线持续加仓的机会 但是它是一个热点 所以我认为是 简陋和相对的高抛 这是下周的一个 就是操作 等创业版如果回撤以后 或者是在这里 没有回撤 一股作气的话 再进一步进行一个操作 分担 您看这个春节前 武林出现过18年涨 您看那创业板上 虽然指数没有过 但是我发现很多个股 一说从底下一涨 甚至说十几根央线 连着十几根央线都有 对于这种航行 我们好像是 你说买吧 它下批手 不买吧它就涨 也确实 超跌反弹行情就这样 因为它跌下来的时候 是空跌的 那涨上其实基本上 是没有压力的 所以反弹的力度也比较大 那么对资金来讲 它必须要拉出空间 那么然后才有一个 获利了结的一个空间 所以接下来我觉得下周 创业板子的时候 已经非常接近1800点了 这个地方应该有一定的压力 所以我觉得还是要 不要追涨 要如果撑它回落的时候 因为盘中也有回落 日K线也会有回落 回落的时候 还是介入一些 有主题投资机会的 比方说目前芯片的 国产化在加速 所以国产软件 国产芯片应该值得关注 另外就是5G 我们看到苹果 我们华为 都提出5G要 赶快地要推出 相应的产品服务了 那么5G应该说 未来有发展的空间 是比较大的 这也是比较确定的 比较确定的 另外就是 从主板的角度来讲 我觉得两会期间 肯定会有很多的一些 宏观经济 或者是中观行业的 一些发展的一些看法 那么这个地方 应该是值得 我们开始慢慢地潜伏了 总体的配置的比例 我觉得50%对50% 中小畅那个地方 上月份还有一个 惯性上工的动作 应该是有机会的 因为资金这么大 资金介入之后 它一定有个惯性上工 没有这么轻易出来 对 没有这么能够轻易出来的 没有涨个百分之三四十 那怎么能够有调整的空间呢 所以中小畅 过这个阶段 我觉得也可以配置 百分之五十一半的资金 在里面 抓一些主题投资的机会 那么同样的 主板里面 如果你要有耐心的话 我个人觉得 上阵50 富士山林里面 也可以选好一些标的 充分调整 跌下来反而是机会 不会走熊市的 我再要强调一点 不会走熊市的 虽然这调整是比较猛烈 大家特别是经济学家 对公布的 二月份的PMI数据 觉得这个数据 好像不是很乐观 但经济学家 是站在现在的角度 是解读已经发生的事情 我们要站在现在的角度 去预测未来的行情的机会 你等于PMI一撬头 那可能股价早上走 对 早上去了 那个市场的反应 非常灵敏的 我相信这么多基金 他们对未来的经济走势 自己也有自己的 研究机构和判断 所以两边应该是 大概是50% 对50%的一个 把握机会的态度 两手都要抓 是的 两手都要硬 对 机会都在 所以要 钟晓川要把握节奏 这个非常关键 主板来讲 要具有更多的耐心和信心 就说两方面呢 虽然说两方面吧 还是侍杂的 怎么办 不是 这个好处 这就不过 我们就要处理了